早安 原意想活家爱妈C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趁着这个秋风秋意凉起的时候 你看看风雪荧涌啊 这样子的台风过境啊 看看远山 这些乌云随着风而飘散了 太阳出来了 这个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秋天了 真正的入一秋以后的秋天了 这是属于处暑 昨天刚过了处暑 处暑的意思就是说 处就是相处的处 这个处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气温的变化 这个处呢也就是躲藏中止 也就是代表这个炎热的鼠 鼠气的结束了 大鼠小鼠不是鼠 立秋处鼠正当鼠 也就代表了这个秋老虎偶尔会出现 但是这样子的处暑天气以后呢 就开始有凉风 早晚就开始凉风起了 看看这就是凉风起有风有雨最好的季节 就是开始秋天播种了 瞧瞧 这就是我前两天播的这个青江菜 你看小苗都冒出头了 然后这个这个是鹿桥 也就是我去年冬天收割起来以后的这个鹿桥 一颗颗的鹿桥 像个小蒜头一样的鹿桥 我就一整包放在这个冰箱 然后它冒芽 冒出一堆的芽 这是我大概三四天前播下的种 你看看这个全部都是 然后我前两天也在这里播了这个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播种的时候 都会把它标注下去 碗豆还没有 昨天才播下去 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个就是 这个趁着有风有雨 凉爽忽冷忽热 却是一个播种的好季节 你看看我今天又播了好多种子 这里是菜 甜油菜 轻松 然后青龙油菜 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县菜 以往呢大概在这个非常炎热的这个七八月 我几乎都不太播种 可是我今年就试着播现菜 可是现菜呢 在八月大熟的时间呢 还可以长得这么样的漂亮 然后这个是黄公菜 黄公菜呢也是前两个礼拜插制的 然后是非常的美丽 因为又是风又是雨 所以呢就可以长得非常好 你看看我今天播了这么多的花 这个是金莲花 这个是金莲花 金斩花 凤仙花 香吉 然后播了巴西利 牛制西叶香芹 我们分享一下西叶香芹 我的孩子不喜欢香菜 不喜欢芹菜 可是西叶香芹却是最棒的 我的种植呢 就让它可以 就是收成的时候 种了以后 收成以后 就放在冷冻 煮菜呀 煮汤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来到了畜属 这个季节 这个节气 就是就像我昨天分享的 我的原意都是以这个环保永续 就是自己堆肥皂土 然后亲手培育 从种子到肚子 这样子亲手培育 创造生活的美好 我的原意 我的料理 享受都是自然原味的 然后在种植的这一块呢 就是我原意想国家 爱妈Candy 分享这个生活的美好 分享这个课程的美好 嘿 嘿